你也是来应聘的 嗯 你是哪的 我是山西的 你呢 我是湖南的 爱我 你好 芝希 我特别喜欢你拍的段子 也特别想加入团队 跟你一起工作 你好 我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工作的基本要求 这次照聘的 主要是团队的管理人员 首先他要干很多活 要有耐心 还有责任心 没问题 首先你要有充沛的体力 要长时间站着 还要经常弯腰 弯腰 这个工作 好像还挺辛苦的 那工作时间呢 一周工作要在135小时以上 甚至更长 一周七天 一天24小时 你都要在工作状态 啊 那 一个月休息几天啊 还有 像平时的节假日 五一十一都有休息吧 没有 就连春节也没有假期 所有的节假日 你都没有 人又不是机器人 总要休息几天吧 那你这样我认为不公平 我们又不是奴隶 你总得给我们吃饭睡觉的时间吧 你只有在其他同事都吃完饭的时候 你才能去吃饭 而且我们的工作还有更高的要求 你要具备金融 烹饪 医疗 教育和人际交往的努力 还要回做饭呢 还要回医疗 这也太苛刻了吧 当团队商量饿的时候 你要第一时间给他做饭 还有有营养 当他生病的时候 你要第一时间分析出是什么问题 当他遇到任何困难 你要拼尽全力 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去报复他 你这有点太扯了吧 这不是开玩笑 必须身兼数值 而且你还要放弃现有的生活 不是 你这是在逗我们玩呢吧 我觉得你这要求太残酷了 根本不可能有人做到你这要求 那工资呢 工资是多少 你认为工资多少是合理的 至少要有一万五以上 不能低于五万 我认为你给我多少我都不会去干 那我告诉你 这个工作没有任何报酬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却有数亿的人在做着这份工作 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不知道 谁呀 妈妈 是妈妈 对 只有母爱 才能这么无私 只有妈妈能做到这一点 有一个词语 全世界都拥有同一种发言 那就是妈妈 快到母亲节了 有什么想对妈妈说的吗 我想对妈妈说 妈妈 您辛苦了 其实每次 我不是故意跟你吵架的 我现在懂事了 谢谢您 把我养育这么大 以后 我养你啊 妈 每次看到你 我都不敢去看你那 深深的皱纹 不敢去看你那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变白的头发 前半生你已经够辛苦了 别再那么累了 都说我母不成家 为了这个家 你要保重好自己 妈 你走了已经整整五年 零二十八天了 妈 我想你了 我想吃你做的菜了 虽然你只陪了我十八年 但我已经很幸福了 下辈子 下辈子还跟你做娘娘 父母在 人生上有来处 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 世上最美好的事 莫过于 我已经长大 你还未老 大为有能力报答 你仍然健康 让我们大声地说一句 妈妈 我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